小丹丹,大家好,我是帕尔玛西罗涵第一期课程的学员 那我有幸认识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在一年多前 我认识大师的时候呢,非常的抑郁,已经在寻求人生的真理了 因为不能面对生活,生活太痛苦 我非常的极端的暴力以及躁狂和有控制欲 我身边的亲人都为子而受苦,我也感到极端的痛苦 于是我开始寻求疗愈 走到师父的空间是我最幸运的事情 在这一年多中,我学习并且做志愿者 丰富了自己,丰富了他人 师父也帮我拿走了很多的业力 为我治愈了妖机劳损的疾病和其他的慢性的问题 所以我的变化非常的大,我的能量呢也非常的大 这些都是师父给到我的恩赐 还有我的内心极度的平和,非常的有安全感和丰盛 我的人生也过出了丰盛和喜乐 所以在此感恩师父 当有一天听说师父在三年多后又再一次出来 为我们亲自授课的时候呢 我非常的兴奋 我甚至觉得这个课程是为我而来的 因为我在时时刻刻的期盼 师父能够亲自为我们上课 我也成功的显化了课程的学费和一切必备的条件 在课程中每天21天这么高强度的在课程里面接受师父早晚的变化 在一次变化中呢,我的一只眼睛被师父的能量疗愈了 就是左边的这一只眼 如果不戴眼镜我是看不到的 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如果遮住好的眼睛 用这只眼睛来看呢 就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感谢师父 还有在一次变化中 师父让我们写出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不圆满 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一些残留在内心的东西 我就把好多事情叫拖出来 有些事情真的看似碎小 但它其实有丝丝缕缕的牵挂和残留 放在内心其实总是出现出来干扰 于是我将它写给师父呢 它就被师父带走了 我的内心空间又多出了一片蓝天 一片草地飞 课程结束以后呢 这些变化依然在发生 疗愈依然在不停 变化的能量依然在持续 是一种高频震动的感觉 我的觉知也变得非常的高 我时刻都知道自己内心 有一些什么样的不需要的想法在作祟 我就会把它拿出来 放到我的面前 于是它就会走开 给我直接消掉 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能量 我可以直接为自己消除 内心不圆满的想法和任何限制性的思维了 感谢师父给到我的电话 那6月1号是第二季的课程 我愿意再回到课堂里面 进一步的进行修行 我希望跟随你像南达大师 能够快速的开悟 快速的成为像一下南达大师这样的人 我们将能量传播给世界 让每一个人能够觉醒 让我们的世界活在真理时代中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